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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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就会生病 所以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 其核心就是通过身心的修炼来达成健康长寿开至回春的目的 道教的养生 道教的养生 既深奥也简单 深入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们从心态上追求清静无为 从古至今 道家所选拥的修行场所都是环境优美 远离人群 可以让自己的心性前进纯正 饮食起居也都是自给自足粗插胆犯 内丹树是道家的修炼养生之法 从形式上看 只是打坐调息的功法 慢慢地全身心放松 达到一种静极的这个状态 慢慢地求节求节达到胎息的状态 这种修炼的核心理念是将人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顺应宇宙运行的规律 通过呼吸之法达成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化虚的境界 就好像大自然中太阳将水蒸腾为云 而云又化成雨水 滋润万物 内丹修炼正是通过这种原理 对五脏六腑进行调理和养护 让身体和精神在双方面都得到提升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 与道合征就是这个状态 天际人混为一起 无我良望的境界 你这个升起呢 你就会很舒适的状态 中医养生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以养生命 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 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这些中国最传统和古老的文化 还有很多的未解之名 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发掘和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